古典是会学的几个重要的大师 包括了马克思韦伯 包括了图尔干 然后包括了马克思 然后上次我们花比较多时间跟各位在谈这个东西 然后另外呢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社会学当中的重要的典范 社会学当中的重要典范 那上次我们也跟各位谈到了 如果对应来看的话 就分别是权势 然后再来是实证 然后最后则是批判 好所以各位在看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上礼拜跟各位介绍的 它其实都有对应的关系 我们介绍的几个重要的理论家 原则上都有一些对应的关系 然后再来呢上次也跟各位谈到 我们在谈社会学的时候 它其实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背景 比如说社会学这个东西的出现 它跟几个重要的人类社会当中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包括了法国大革命 包括了工业革命 包括了政治革命 所以各位回去如果仔细的想一想 我们上礼拜其实跟各位介绍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脉络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脉络 那这个东西呢 对各位就是去认识后面的 社会学后面的一些重要的主题跟章节 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那当然我们对于这一些理论家 或者是这一些所谓的社会学典范的认识 会随着我们课程的进行而不断的累积 不断累积 那当然我们上次跟各位讲的重点 还是放在这边 还是放在这边 那这几个理论家的观点 各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 不断的在讲音的内容当中 还有包括在教材的内容当中会看到 那我们上次首先跟各位介绍的是 土耳干的观点 土耳干所代表的观点呢 对应过来它就是实证的典范 那上次我们有跟各位介绍过典范 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介绍了Thomas Kuhn 他怎么去谈典范 那我们用两个 相对来讲 比较简单的概念来跟各位做说明 一个是从静态的角度来看 它涉及到后摄理论 对不对 所以不同的典范 代表了它在后摄理论的标准上面 它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比如说在本体论上面 它认为社会真实的本质是什么 比如说在知识论上面 它认为知识是如何可能的 比如说在方法论上面 他们会认为说 那么我们在求取知识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遵循什么样的方法或途径 才可以累积或探求到这些真正的知识 然后最后是人观 那主要涉及到的是研究者 在整个研究经营过程当中 他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然后按照他们在这些项目上面的不同选择 我们区分出全市学派 实证学派和批判学派 而实证学派的部分 我们上次跟各位介绍到 它其实最重要的 就来自于脱尔干的观点 尤其是他的社会学方法论当中 对社会事实的强调 所以上次我们在介绍托尔干的时候 特别跟各位强调了社会事实的概念 这个社会事实的概念 它又同时会涉及到托尔干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做自杀论 托尔干对于自杀论的看法 托尔干对于自杀论的看法 然后我们上次也跟各位介绍 调到托尔干有关于自杀的几种不同的形态跟类型 这个东西各位要注意 因为这个东西它可以考得很火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不管是在欧洲 在全世界大概一些重要的城市 包括好像最近又有一个是欧洲 对不起 埃及也发生了清真室的大爆炸 然后造成非常非常多人的死伤 类似像这种恐怖攻击的事件 尤其是他们的手法往往都是采用这一种所谓的自杀 炸弹课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过去考题就曾经出现过 请你从托尔干的自杀论的几种类型来分析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的这种炸弹自杀课 它属于这几种类型当中哪一种 然后你觉得为什么会是属于这种类型 那各位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 其实这种都很标准的什么东西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标准的利他型的 利他型的 那就是没有自己 然后我们上次也跟各位讲到 神风特空队 早期的神风特空队 日本神风特空队 二世大安石 神风特空队 它原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类型 所以土耳干的理论的观点 那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他的社会事实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自杀论 然后就他的社会事实跟自杀论的部分 请各位要注意 他在方法上面揭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 那原则叫什么 那个原则叫做科学 所以自杀论是采用了统计的分析方式 然后土耳干借由自杀的分析说 即便看起来外观上面看起来 是非常非常个人化选择的自杀 他实际上也是受到了社会潮流 或社会力的影响 那这个社会潮流社会力 就是他所讲的社会事实 于是他认为 我们在研究社会的时候 我们在研究的是什么 我们在研究的是社会事实 而这个社会事实是脱离于人 但是对人具有强制力跟影响力 对人具有强制力跟影响力 所以他的存在 就如同我们看到的物理环境当中的 各式各样的东西的存在是一样的 他都不会因为我们的介入而有所改变 所以他的存在呢 是什么 是如同物理世界当中的那些事物的存在 那于是我们对他的研究只能采用科学的方式来加以进行 只能采用科学的方式来加以进行 好 然后其次呢 我们上次跟各位介绍到韦伯的观点 韦伯的观点 我们在前面一堂课的时候 主要跟各位比较是从他的方法论的角度去切入的 那至于他在实体的理论上面 因为他涉及到的主题会分布在不同的单元当中 比如说阶层 比如说权力或权威 都在政治的那一个章节里面 你就会看到韦伯观点呢 会在那边会比较明显 然后再来在组织 社会组织的那一个章节当中 各位看到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科层组织 官僚组织 科层组织 所以我们会集中在他的方法论上面 那我们上次也跟各位谈到 马克思韦伯 韦伯的方法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点叫什么东西 叫做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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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非常非常强调什么 他会强调所谓的价值的问题 了物跟价值的问题 然后所以呢我们上次也跟各位谈到 韦伯所谈的了物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说 这个部分他其实受到很多其他的 这个学科或知识的影响 那其中其实最重要大概就比较早期的 类似像诠释学 类似像诠释学或者是这个哲学当中的现象学 大概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 那至于那些东西的内容讲述的是什么 有机会我们会再跟各位说 那如果没有谈到各位不要太担心 因为影响不大 好所以呢他所讲的了物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说我们唯有站在被研究者的角度 用他的眼光去看待世界 我们才可以知道这个世界 在这一些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眼中 他长的什么样子 那换言之呢他非常非常强调什么 他非常非常强调的是说 我们必须我们在看待外在世界的时候 我们在看待社会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必然会经过一个转折 这个转折是什么 这个转折就是诠释 谁的诠释呢 被研究者他怎么看世界 被研究者他究竟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的 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的 好那从这个观点再往前推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从韦伯角度来看 从全市的观点来看 全市点半的观点来看 所谓的世间的事实 或者是我们所分析的这个社会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的真实 这个社会当中的真实 他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刚看到实证主义说 这个真实就是在那边的东西 他就跟物理世界当中的真实是一样的 对不对 他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介入而有所改变 可反过来如果在全市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真实他就必须要经由谁 必须要经由被研究者 被研究者 换言之必须要经由什么 必须要经由社会当中的人群 透过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 来加以揭露 所以我们非得透过这些世间的人群的眼光 去看待世界不可 因为真实的样貌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被建构的东西 所以真实是被建构出来的 真实是被建构出来的 那如何被建构呢 因为它都必须要 透过社会当中的人们的眼睛 透过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 来加以呈现 来加以呈现 所以这个是韦伯在方法论上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了物再加上 他上次讲的叫中立的价值 然后再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 是他在方法论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东西叫做理念型 这个东西叫理念型 所以上次我们也跟各位谈到理念型 所以理念型的特质是什么 理念型的特质就是说 它是一个理论的构造 它可以协助研究者来描绘他所要研究的对象 可是它就这个叫理念型的东西 它会包含所有他所要研究对象的共同特质 但当他应用到每一个个别的事物上面的时候 他却没有办法完全的服应那一个他所要研究的对象 这个是理念型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征 那我们之后在这个科层组织的时候 会再跟各位做介绍 理念型的概念会再跟各位做介绍 那当然除了这个科层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理念型 比如说权威 比如说宗教 比如说宗教 那韦伯都有他的一个诠释 那我们之后到了相关的章节的时候 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然后上次我们同样跟各位谈到的是马克思的观点 马克思的观点 作为一个经济决定论者 他认为我们在理解跟分析世界的时候 必须要从哪里出发 必须要从下层建筑出发 所以马克思的观点 他把社会比喻成一个建筑物 然后这个建筑物的foundation 它的基础是什么 它的基础就是经济 它的基础就是经济 所以我们在理解跟分析社会这个东西的时候 必须要从经济部门来加以出发 必须要从经济部门来加以出发 好 那所有经济部门以外的事物都是受到经济这个因素 所决定而影响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上次才看到马克思对于 这个 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阶级上面 所以我们上次跟各位谈到比较多的 比如说他谈到这个异化的观念 那异化怎么来的呢 异化也是必须要透过社会 一个社会当中的生产方式 还有呢 这个生产方式当中的生产工具 还有他接下来的剩余价值 他就一直如何分配 然后按照这些标准呢 我们可以将社会当中的人群 把它区隔出来 那有一群人呢 就是拥有生产工具 并且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面 他们是掌握比较多数的这些人 就是资产阶级 那相对的另外一个族群 就是在生产工具上面 他是没有的 他并不拥有生产工具 而同时呢 在整个剩余价值的分配上面 他们比较弱势的位置 这群人就是所谓的普罗 对不对 好 那于是呢 马克思在这个阶级的架构的基础上面 进一步去谈到一些有趣的现象 比如说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特质 叫什么东西 叫做异化 那讲到这一个呢 顺便提醒各位 我们上次有特别跟各位讲 马克思的分析 卡尔马克思的分析 他原则上都是在分析 构宴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它究竟具有哪一些问题 马克思他的主要分析 大概都集中在这件事情上面 都集中在这件事情上面 那这个是各位要比较注意的 好 所以在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基础上面 马克思上次跟各位谈到 我跟各位谈到 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什么 主要集中在这个异化的观点上面 异化的观点上面 在阶级意识的观点上面 那异化呢 我们上次也跟各位谈到 他有几个不同层次的异化的观点 包括了工人跟他生产的产品 对不对 然后工人跟他在生产过程当中 一起合作的同僚 然后呢 这个劳动 就工人在生产过程当中 所付出的劳动 好 他跟劳动这件事情 工人跟劳动这件事情 如何产生了一个脱节的状况 然后最后呢 工人跟作为人类的这样一个类属 他们怎么样去产生了这样一个脱节的状况 好 这是上次我们跟各位谈到比较多的 有关马克思的观点 那我们比较 没有跟各位谈到的 我们说这边都对应的嘛 对不对 所以马克思的观点呢 对应过来他就是所谓的批判的观点 批判的观点 那在 我们刚刚前面都看到 实证主义强调科学嘛 实证主义强调要从被研究者的角度 来看世界 然后认为 世间 就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呢 它的真实的样貌是被 人们给建构出来的 那至于批判的观点呢 这是兼而有之 原则上他强调的是科学 但是他反对 托尔干这一种派别所代表的科学 他认为这种是假科学 是假科学 这个也会 关联到我们待会跟各位讲 上次我们起了一点点头 但没有机会跟各位讲完的部分 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那个 C. Ryan Mills的社会学想像 他的社会学想像 那社会学想像 其实也在讲类似的东西 也在讲类似的东西 所以批判的观点 从我们刚刚对马克思的介绍衍生出来 我跟各位说 他原则上也强调 原则上也强调科学的重要 但是他认为实证主义所代表的那种科学 他是一种假的科学 他是一种假的科学 所以呢 马克思认为呢 批判理论的研究 他原则上也非常非常强调科学性 也非常非常强调科学性 可是他跟实证主义强调的科学 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 差异就在这里 叫做批判 critical awareness 我们对于我们所进行的 各式各样的社会的分析 虽然都是科学性的 但这个科学性跟实证主义的科学性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异 就是我们在对于社会事实 进行分析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实时保持着 必须要实时保持着 所谓的批判的意识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我们所 就对于社会研究者来讲 他有研究的社会当中 他所采取的不同的研究进入 他有搜集到的不同的资料当中 这里面都可能隐藏了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研究者 他没有办法察觉到的东西 这东西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统治阶级 也就是马斯 他非常非常不以为然的 这个资本家阶级 他暗藏在这些研究的取经 研究的方法 或者是研究资料 后面的那样的意识形态的作用 他认为说我们在进行科学性的社会研究的时候 必须要保持这样一个批判的态度 对于我们所接触到的 或者所采取的各式各样的累积社会知识的进入 都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那于是这是批判理论跟实证主义 在科学这个面向上面的差异 那反过来呢 批判理论跟权势学派呢 他某种程度也是相通的 所以虽然强调科学的重要性 但是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 批判主义的观点呢 对历史这件事情 对历史这件事情也非常非常的 也非常非常的侧重 那于是呢他不是单纯的只看此时此地 就是当下的这种社会的状况 当下社会状况必然是由相当相当多的历史 这样积累出来的 这样积累出来的 所以呢批判理论也比较强调 从历史的角度 比较跨时间的观点去研究社会 那于是呢在这一点上面 就是他对历史的强调 又跟权势学派某种程度是相通的 某种程度是相通的 好所以批判理论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在社会学的典范的解释上面 你大概没有办法单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推演出来 但我这边跟各位强调 权势论上是科学的 但是跟实证主义的科学的重点 完全不一样 非常非常认为说我们在接触各式各样的 研究素材研究的方法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后面所隐藏的问题 或者意识形态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呢 也必须要回到历史当中 不能够孤立的看待一个事物当前的状况 而必须要回溯到历史里面 从历史当中我们才可以看得到什么 我们才看到这个非常非常绵密的经济 这个因素如何对于经济以外的其他部门 他怎么样透过一个历史的过程 产生他的影响力 好那用一个笑话来讲 其实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 小和尚跟老和尚在对话 然后这个小和尚就问这个打坐嘛 小和尚不专心 然后就东看西看 然后就问老和尚很专心 专心在打坐 小和尚这个沉不住气就问老和尚说 老和尚老和尚老和尚你看那个旗子在飘 旗子在飘耶 然后老和尚就看了小和尚就问他说 究竟是旗子在飘还是 不应该这样讲 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喊开三个 老和尚就回过头 回过头 就问小和尚 小和尚你看到旗子在飘 那请问是风在飘 是旗在飘 还是你的心在飘 风在飘 旗在飘 还是你的心在飘 风在飘 旗在飘 还是你的心在飘 好 那各位 从老和尚问小和尚的这个三个问题里面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嘛 如果是风飘跟旗飘 请问是哪一个 实证嘛 对不对 风在飘 旗在飘 是不是 就是 就像物理学一样嘛 我们研究这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存在 不会因为我而有所改变嘛 所以它的存在是 是 呃 我们用哲学话来讲 它是 非常 这个 算了 不要用哲学的方式来看 就像我们上次跟各位解释的 这一些东西并不会因为我而有所改变嘛 所以 讲台就是讲台 讲台不会变成别的东西 所以它的存在是非常非常solid 具体而真实的 那所以呢 风飘 旗飘 风在飘或旗在飘 讲究实证主义的观点 那心在飘呢 就很标准的嘛 是什么 是诠释的观点嘛 所以重点不是风或飘 风在飘 风吹了旗 然后于是旗 就跟着飘了起来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什么 而是因为你看到了它 你看到了它 然后你的心跟着这个现象在走 那于是透过你的诠释 你看到了旗子在飘 于它真正的 这个 社会真实的真实的样貌是 透过你的认知 透过你的理解 然后你感知到这个现象的存在 然后你对它做出解释 所以你看到那个叫做旗子在飘嘛 所以这就是诠释学派的观点 心在飘 好 那批判学派的观点呢 会比较接近实证主义的观点 对不对 会比较接近实证主义的观点 好 但是呢它会去追索历史的问题 它会追索历史的问题 所以呢 讲笑话啦 这个如果是批判理论的这个研究者 他看到了这个问题 他可能会进一步的把那个旗子拿过来 然后问说谁制造的 好 在什么样的情境下面被制造出来的 那是不是写案工厂制造的 那在这里面工人被剥却了多少 然后资本家又从中获利了多少 他大概会问的这些问题 好 这个批判学派的观点跟实证跟权势 两样之间是有所差别的 是有所差别的 好 所以上次呢我们跟各位花比较多时间 其实就在跟各位介绍古典的社会学家 尤其是这三位 韦伯 托尔干跟马克思 然后以及他们所对应的 他们的理论观点 所对应到的社会学当中的一些重要典范 诠释的典范 实证的典范跟批判的典范 跟批判的典范 然后上一堂课呢 我们最后的部分是跟各位谈到了 开始谈到什么呢 开始谈到有关于这个 各位在讲义的 各位在讲义的第 各位在讲义的第三页当中所看到的 这一个叫做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 对不对 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 那上次呢我们带各位 简单的看了一下 那我们今天呢 就进一步的来跟各位做说明 那各位请看到第三页 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 各位要注意 这在考题当中出现过好几次 社会学想像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能够掌握历史跟传记 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关联性 社会学的想像力 让人看到个人层次问题 跟看似毫不相干 然后呢 超越个人的因素之间的联系 然后透过这种想像力 平衡自我跟社会间的矛盾对立 那斯拉米尔斯呢 在他出版的社会学想像力当中 当时呢 是二次世界大人之后的美国 然后流行着宏观理论跟抽象经验的观点 抽象经验论的观点 那于是呢 米尔斯在书中指出 社会学应该要具有三种想像力 以连结个人跟社会之间的关联性 好他这边其实在反对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叫什么 一个东西叫宏观理论 另外一个叫抽象经验论 宏观理论跟抽象经验论 跟抽象经验论 好那什么叫宏观理论呢 我们上次好像还没有机会 跟各位好好介绍一下 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特别跟各位讲到 我们说在社会学的理论当中 在社会学理论当中 原则上 原则上我们可以按照这一些理论 他所想要解释的 那个社会的范畴的大小 也就是说他的理论的出发点 是比较宏观的还是比较围观的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比较围观面向上面的 这个社会学理论 然后跟比较聚观面向上面的 社会学理论 我们刚刚跟各位谈到的这三个理论家 这三个理论家 原则上都比较宏观一点 比较特殊的当然是韦伯 韦伯观点他某种程度 跟围观的理论也是有所呼应的 也是有所呼应的 所以我们上次也跟各位介绍几个理论 主要的就是结果功能论 然后批判 对不起我们上次用冲突学派 所以一个是功能学派 一个是冲突学派 然后另外呢 我们上次也跟各位介绍到了 交换理论跟符号互动论 交换理论跟符号互动论 好 那各位我们上次跟各位 一开始介绍的这些内容当中 各位越往上他就越聚观 越往下他就越围观 那当然在中间这个部分 还会有中间层次的理论 他的代表人物其实是Merton 那这Merton的观点呢 我们之后会再跟各位做介绍 他的理论呢就是忠诚的 或中间的理论 忠诚理论 所以呢严格来说 社会学的理论派别当中 当然这一个理论地图 这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地图 他并没有涵盖所有的 各位可能会学到的社会学的相关理论 那只是因为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 比较把一些我们认为 比较重要的东西先录列出来 那之后各位会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理论 比如说 围观的部分除了符号互动论 除了交换理论之外 他可能还包含了比如说戏剧论 Golfman的戏剧论 比如说他可能包含了俗名方法论 俗名方法论 或者是民族智学的观点 他可能都会比较偏向这里 比较偏向这里 那聚观的理论就更不要讲了 我们今天比较笼统的用 功能学派跟冲突的学派来做代表 可是功能学派冲突学派 他们所涵盖的理论家们 他们各有不同的关切 各有不同的关切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理论家在这边 那上次我没有跟各位谈到 比如说帕森斯的观点 对不对 然后比较早期的 比如说像是孔德的观点 Spenser的观点 那个把社会当作 如同是自然科学当中的研究方式 孔德 电力的科学研究的基础 然后再来 Spenser上次谈到 社会进学跟社会动学的切分 然后再来就是 托尔干的转折 那充分学派 我们上次也跟各位提醒 他其实包含了 比如说马克思的观点 比如说达伦道夫的观点 比如说Coser的观点 那这些人的观点 他又会有一些些区别 待会我们有机会 我们会跟各位说到 所以他后面会包含 很多不同的理论家 所以这边这个地图 原则上比较粗略 但是对各位慢慢的去理解 是有帮助的 它的重点在哪里 它的重点在于 旁边的这一些 旁边的这一些 我们用来切分理论的光谱 它长什么样子 简单讲 从聚观到微观 好 这我们上次跟各位讲 这边 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 他在反对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宏观理论 然后第二个事情叫抽象经验论 那什么叫做宏观理论呢 什么叫宏观理论呢 宏观理论简单的说 就是当研究者企图借由一些 企图借由一个单一的理论命题 然后透过这一个单一的理论命题 去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 去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 好 这种理论呢 就会比较偏向宏观理论 我再说一次 当理论家们企图用一个 相对简单的观点 比较单一的观点 去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 好 这个时候呢 他就有可能 他就有可能被列为宏观理论的范畴 那这里面以各位学到的东西来讲 最明显的就是谁 就是马克思嘛 就是马克思啊 是不是马克思 是 就是马克思嘛 马克思他从什么角度来 这个理解社会现象 社会问题 他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象 社会问题 所以他认为所有的社会的事物呢 我们对他要加以理解 都必须要从经济部门出发 这个观点